第十题 小夫使用同一热源分别对质量皆为100克的A液体及B液体加热 其温度变化与加热时间关系如图 假设热源稳定 热源所提供的热量完全由A液体及B液体吸收 且热量散失及水的蒸发可忽略 若已知B液体的比热是0.9 则A液体的比热为多少 我们解决这一题可以好好认真的去算 可以好好认真的去算 我们就是去带H等于MSΔT 我们假设东西的热源一分钟给S卡 从表当中我们可以知道4S卡 就是B的吸热 质量是100公克 B的比热是0.9 温度变化刚开始是0 后来是5所以5-0 这样可以算出来X会等于多少 再把它带到A液体里面 再带一次H等于MSΔT 这时候呢一样给4分钟是X 这时候已经有X的答案了 然后呢质量是100克 比热不知道 ΔT温度变化呢 后来是15原来是0 然后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了 我们的X是多少 这是用确确实实认真努力去算的结果 那么也可以直接我们用比的方式呢去算出来 因为公式叫做H等于MSΔT 现在大家的质量呢 是都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我们一样加热4分钟 那么H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发现呢 我们的比热跟温度变化呢会成反比 那么A的温度变化呢是从0到15度C 它会增加了15度 B的变化呢是从0到5度C 它变化了5度 所以它温度变化呢是15比5 也就是所谓的3比1 所以它的温度变化呢是3比1 那比热呢就是1比3 所以呢这个的比热是0.9 那么这个比热呢就应该是三分之一是0.3 所以呢我们第十题的答案呢 应该的选择是猪0.3 第十题答案我们选猪